要來提升這個中修學校長的專業 作用這個中修學校長的協會 我們剛才這次含國共院合作 要來建議說校長應該要有設置 專業作用的指標 特別是現在老師的醫生 怎麼會上來 家長更加注重 夠用 所以這個經營公共關係 建立核心的文化 這都要 一間國中如校長 讓學校當年來檢記 上班的時候去喝酒 學生那一天也喝酒過量 他們發情意 但為了經營大方 你想過大 感覺沒有更好的辦法 校長專業的作用是什麼 當期以來是沒有民間的定義 為處中修學校長 學會跟國教學合作辦理 建立設置的專業作用 到20億的機票 市政屬性雄債 外用行政領導 領導核武發展 經營公共關係和合適的文化 也要遵守倫理的規範 學會也整個細節 學會進教 讓要做學長的人來參考 有專業能力 達到一定水準以後 我們會聘為師父校長 他在輔導那個出任校長 所以他們需要拿到師父校長的證照 他可能就是說 哇 當校長那麼辛苦 那我幹嘛要跳入火坑 為什麼要跳入火坑 但其實我們 以我們在這邊十幾年 我覺得當校長我每天都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說 我們的理念跟我們的作法 那可以得到各界認同 其實這是一種專業的表現 家長關心教教 老師有工費 努動也是也比較強 學會基礎跟過去來比 現在想要做學長的人變得比較少 那是可以為出運的時候 讓他們專業的受用訓練 對想說做學長是很困難 今天是新智明 台北報導